来三百万 三百万一起标 开始有人举牌喊价 二十六号三百一十万 二十六号三百一十万 二十二三百一十五 三百二十五 喊价的人不少 价格一直跌上去 三百五十五三升 最后三百五十五万拍定 房屋部加一执行署上午的拍卖会 卖的是云林地检署 日前侦判毒品案件 扣押了几块靶 靶金有最贵的贵金属支撑 因为它不易氧化 延展性好且坚硬耐磨 所以除了会被拿来制作 借台项链等饰品 像是全陶瓷甲牙 也会以靶金烧腹陶瓷制作 还有直牙也有靶金质体 这次毒品案查扣的是 毒贩炼制毒品的原料绿化吧 由于俄罗斯是靶金的主要生产国 乌尔开振让靶价格飙涨 目前每公克约两千四百元 比黄金每公克一千七百元 还要高许多 也因此让这一次的拍卖会 不少人来竞标 就是看准了接下来 还可能往上攀的价格 这次拍卖的靶金总共有 一千六百零九公克 市价就高达近五百万 而最后的拍定价三百五十五万 加上六万元的鉴定费 拍定人花三百六十一万带走 可以说是赚到了 而靶金也是首次出现在 房屋部拍卖会的拍卖品中 没想到会如此的抢手 华市新闻陈建邦抽军品 许静一嘉义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这就是最好的新闻